又說新的鬼餅 現在開始 很久以前有一座名叫大里的村 那座村裡住了一對從小失去父母親的兄妹 哥哥的名字叫達佬身材非常高大 個性亦很溫柔 而妹妹的名字叫烏達 生得非常可愛 妹妹亦很敬愛哥哥 時常都帶哥哥喜歡吃的東西 哥哥哥哥隔離屋的婆婆給了我們很多芋頭 哥哥達佬也會主動向村裡的人表示 我現在有空來幫你種田 因此這兩兄妹之間的深厚手足之情 以及細心體貼的個性 令到全村的人都很敬佩他們 而且亦都因爲哥哥的身材高大 氣力十足 於是他就成為了村裡一個很傾賴的對象 不單止是農務的東西 亦都會被寄託做一些很多的工作 例如好像修補屋和挖井等等 儘管如此 哥哥就從來都不會透露一個很煩厭的表情 而且由早到晚都很努力地工作 而烏達成為了一位妙齡少女之後 就嫁到去鄰村的某胡亭家 烏達雖然放心不下已經孤身了一人的達佬 即是他哥哥 但他看到哥哥達佬感同身秀地 替自己的出嫁感到開心 所以烏達也很放心地搬去鄰村 之後過了幾天 蹦蹦 有如寵物墜落地下的聲音 在半夜之間響騙了整個村 然後也傳來一些羊和豬等家畜的提哭聲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村民清醒過來之後 向外面一看 看到有一隻巨大的惡鬼 不停在吃家畜 看到這個情況的村民也都大驚失色 馬上拔腿而走 到了上午 回到村裡面一看 滿地都是吃剩的家畜的殘骸 相當慘不忍道 從此之後 惡鬼也都每晚都會現身 將家畜偷偷地吃了 好了 說到這裡 我遲些再趕下去 遲些再玩 遲些再玩 遲些再玩